988新闻线 新闻的重点 大选之后 网络上是涌现各种种族和宗教言论 那就一些人就是会担心影响下一代 国阵说他们宁愿当反对党 也不会联合任何一方组成政府 国盟主席慕佑丁说 人数不够 那元首就建议国盟西盟组政府 临时首相假消息疯传 安华最后就告诉大家 国家元首还没有决定首相人选 国家王公今天傍晚6点32分左右 发出一个文告说 在接见了西盟和国盟党魁之后 明天上午10点30分 国家元首会单独召见30位国阵国会议员 那王公方面表示 国家元首叔大阿多拉陛下这样子做 是要确保选出获得多数议员支持的首相 陛下也再一次的呼吁人民保持耐心和平静 等待新政府的诞生 那当然我们知道呢 第15届全国大选落幕了第4天之后 我们的新一届的政府还没有产生 新的首相人选还没有出炉 所以才会有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一个进展 就是呢现在陛下明天还要再接见这个30位国阵的国会议员 可是因为在那之前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让大家觉得 哦哦哦是就引起了全全马的焦点 就是西盟的首相人选安华 跟国盟的首相人选慕尤丁呢 就在下午4点30分的时候入宫进建国家元首 那国家王宫总管阿末法迪尔当时就有说 各党的党魁呢是已经向 就是国家王宫提成了第10任首相的人选 然而呢 陛下从这个名单中就发现 哎没有以任何的一位就是国会议员呢 就获得了简单多数支持 所以就召见了西盟跟国盟的党魁 那慕尤丁他是在下午的4点05分入宫 接着西盟主席安华也在4点10分入宫 而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就是下午5点10分的时候呢 慕尤丁就率先离开了国家王宫 不过他的这个轿车没有停下来哦 也没有对助手的就是在王宫外的记者发言 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就拉下车窗啊 还是怎么样 他是完全没有就直接走了 而在接近傍晚6点的时候 许多的媒体跟西盟领袖呢 都在社交媒体贴文指出 安华受委认为临时首相 可是这些贴文呢很快就被删除 那是这种东西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还是有网民呢 已经是马上截图下来了 而直到安华 他在接近傍晚6点的时候 离开国家王宫 他就有下车正式对媒体发言的 他说国家元首还没有确定 由谁来担任首相 他还打趣的说 现在就有一个空缺 开放让人申请啊 这个空缺就是首相指 而安华就强调 国家元首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强大 而且有包容的政府 涵盖了各族群宗教和地域 以便政府是可以专注的解决 人民所面对的问题 安华说 完工方面也没有给出 组建政府的一个实现 那媒体就有继续问安华 是不是成立一个少数派政府呢 安华就说 就目前来说 没有提到组织少数政府的这个问题 那另一方面 也是在今天下午入供的慕尤丁呢 他是在刚刚也有召开记者会 他就有强调说 国盟昨天确实是提交了 115人支持的这个法定宣誓书 给国家完工 确定呢 是拥有简单多数的112人支持 可是呢 他就说 他在下午进届国家元首的时候 就发现 哎 这个数目其实是不够的 慕尤丁也说 陛下就限制了 不然再这样子 国盟跟西盟 我们组织大团结政府 不过 慕尤丁他就强调 他们一早已经讨论过了 国盟确定是不会跟西盟合作 所以呢 他是拒绝了大团结政府 这样子的一个宪议 而媒体呢 其实今天啊 在稍早就是下午的时候 看到安华 就是对媒体发言 有追问安华 哎 到底安华 你有多少议员支持 可是安华 他就一直笑着不答 但是接下来 我们就来做一下 这个数学题吧 看看到底 这个国盟呢 跟西盟呢 他们有多少的 这个国会议员 当然这是我们根据 这几天的一个情况 做的一个估算 就是国盟方面呢 他原本就有73名 这个后任的国会议员嘛 而慕尤丁又声称说 他掌握了 沙拉越政党联盟GPS的23人 沙拉盟GRS的6人 还有一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同时呢 昨天有三名的沙巴国会议员 是跟慕尤丁见面的 那如果也都支持慕尤丁的话呢 国盟就有10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慕尤丁 他自己还是坚持说 他是有115个人 签署支持他的SD的 那至于西盟这边呢 安华他是确定有 82名国会议员支持 加上明星党 今天稍早就宣布支持 西盟加国阵的组合 应该就有三名的明星党议员 会支持安华 那再来还有全民党主席 孙伟轩 昨天也是有见了西盟 那估计安华是掌握了86名 国会议员的支持 这也代表着呢 不管是慕尤丁或者是安华 其实我们从排面上看来 他们都没有一个过半 112名国会议员的支持的数目 来组织新的政府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首相人选 跟能够组成政府的首相 所以在这个玄制议会之后呢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呢 国阵就成为了造王者 西盟跟国盟这边都希望说 国阵可以一起组成联合政府 可是呢我们就看到哈 这两天有经过了各种的商议 跟讨论之后呢 巫统副主席伊斯迈沙比里 今天就宣布说 国阵最高理事会议决 他们是不会跟任何的联盟组建政府 不会支持西盟 也不会支持国盟 他就说呢 国阵就会维持反对党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那另一方面 国阵的总秘书赞比里 就发文告表明说 没有任何国阵国会议员 支持国盟主席穆尤丁成为我国第十任首相 他也说他们已经把这件事呢 就禀告了国家元首 就是苏丹阿多拉陛下那边 而国阵最高理事会呢 就以开放的姿态 就跟各方去商讨合作 以至日保呢会组建一个 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福祉的政府 那国阵蒙党方面是怎么样看的呢 马华总会长魏家强说 在没有办法获得选民委托的情况下 国阵是没有权力组建政府的 他说国阵只有30个议员 主动权不在于他们啊 因此国阵和马华准备做好 在野党的角色来监督制衡政府 魏家强强调 马华尊重和接受选民在第15届 全国大选所做出的一个决定 那魏家强也说到呢 马华会在国会那边当有建设性的 反对党监督和制衡这个政府 不过到了刚刚的傍晚 大概5点的时候呢 其实有看到 马华跟国大党的一些领袖 陆续回到了巫统的总部那边 看起来又会有一场国阵的会议 而国大党的熟理主席 沙拉瓦南有透露 今天第二场会议呢 确定会在待会儿 晚上8点30分举行 就是在巫统总部那边 国阵的这些领袖呢 又会再一次的开会 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看第四天了 面对一个玄制议会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国家 第一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大家都对于玄制议会 他到底是一个讲词的概念呢 之后的整个程序 如果要组成政府的话 步骤又是怎么样的呢 而且造亡者国阵 不参与组政府 他们还可以怎么样去组政府呢 今天我们就联系了 有一位时事评论员 跟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来连线给刘维诚 我们让他来讲解整个情况 根据西明市的那个观念 一个国家陷入闲置议会的那种情况的话 接着下来呢 就是要进行所谓的党团的那个谈判 参与组织联合政府 之后呢 政党还有那些联盟 他们就会提交那个名单给国家皇宫 之后国家皇宫呢 他就会确认之后呢 再召开那个统治者会议 商议各党派所提出的那个首相人选 然后当然呢 他也未必是代表的解决了 因为他当中还可能会面对一种情况 就是陷入所谓的deadlock 谈判的那个僵局 不管那些政党他们怎样子主 怎样子谈 完全没有办法取得共识 我们就会有两条路可以走啦 第一条路呢 就是成立那个少数政府 在不足够议席 还有那个门槛 可以成立那个政府的情况之下呢 就让那一个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或者是联盟 来组织一个政府啦 他通常都会被当成是最后的那个选项啦 对国家的那个政治稳定 他其实并没有起着很大作用啦 因为这个少数政府 他们之后他们在国会啊 推动什么议案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因为他们本身的那个票数不够啊 而导致很多政策啊 还有很多法令啊 就没有办法就是在议会那边就获得通过啦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呢 让现在的看守政府呢 就是继续他的那个任期 谈判了哈 就可以继续进行了 他的任期哈 可以是无限期的 宪法里面哈 他并没有规定就是看守政府的那个限期啦 然后目前哈 我们所知道的最长的那个看守政府哈 是2019年的时候比利时哈 他们的那个大选 他同样也是陷入了那一个 啊悬市议会的那个状态啦 党团的谈判啊 也是陷入僵局啦 他们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成立那个看守政府 19年之前的那一个政府呢 哈 就是继续担任他的那个职务 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 啊 才解决这一个问题了 所以总得来说呢 他们的看守政府的任期呢 是超过一年的啦 嗯 到底会不会出现像维城书 可能看守政府 还真的是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 接下来还有财政预算需要赶快通过啊 没错 不然我们明年的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等等的 要维持稳定啊 所以是不是应该尽快有个答案 而且可能这个答案明天就会有了 刚刚我们也知道国家完工 一个最近的进展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30分 国阵的30名议员会陆续各自的 进见国家元首 我们就看明天会有什么样跟进了 而到底西蒙国盟数目不过半 你认为最有可能 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会是 就让大家来猜结局会是怎么样 那如果你觉得 会由拥有最多议席的阵营 来组成少数政府 可以点love 如果你觉得他会是 由看守政府执政到新政府成立 可以点wow 如果你觉得 由各阵营再去谈判 然后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点哈哈 三个情况 你觉得最终会是出现 怎样的情况呢 欢迎你到我们的 Facebook参与间的 现在部的话题 是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跟进 全国大选之后的 后续陆续的新闻进展 988新闻线 哈喽你好 我是Alson冠贤 你好我是金甲新瑞 第15届全国大选投票 结果出炉了 但是我们的政治局势 到现在还是不明朗的哈 然而呢 网上呢 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 种族和宗教的诽谤言论 还有挑衅的视频和言论 让很多人担心 大马人民之间的 这个宗教跟种族的误解 会不会加深 甚至影响下一代的正确观念 那根据观察 在大选成绩出炉之后 网上出现了各种极端言论 不断牵扯针对种族宗教 等等的一种言论 比如说 对一党可能执政的恐惧 还有煽动五一山 种族事件等等 这种情绪 这种画面都出现了 很可怕 虽然说我们也是有看到一些网民 是比较理智的 然后他们在看到这种呢 会挑起种族情绪的言论的时候呢 不断地去呼吁别人 你们不要去乱听这些谣言 因为会影响国家社会安宁 但是也是有一些网民 会开始担心说 这类会破坏种族和宗的言论呢 它不只是影响我们这一代哦 它会导致下一代 就接触到了这些讯息 然后他们就觉得 就信以为真的 然后就开始出现价值观偏差 是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的 那你不要以为说是我们反应过度啊 因为真的是有一些父母开始反应说 他们的孩子呢 在TikTok上面接触到这类的资讯之后呢 他们其实会互相私下讨论 然后就相信说哈 如果是某个政党主导政府的话呢 会影响宗教啊 等等这些不使的资讯 就让这些父母非常担心 小孩的未来 社会的未来会变成怎么样呢 所以不少网民也开始在这类媒体 这类视频或者是言论底下 就当他们看到的时候就马上标签警方 还有标签多媒体通讯部 就希望说各当局可以着手去调查了 而全国警察总长埃克里沙尼 昨天也发文警告民众 不要在组建新政府的期间 滥用社交媒体 发表动摇国家安宁的言论 警方会对这些散播不实言论的一些人士呢 采取严厉的法律行动 绝对不姑息的 而今天也看到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的临时主席穆罕默沙林也发文提醒 不要在社交媒体发表涉及3R 也就是王室royalty 种族race和宗教religion的这个仇恳言论 当局是可以在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之下呢 对这些人采取行动的 一旦罪成 可以被罚管不超过5万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一年 或两者监失 而民众如果你发现了 看到了这类的内容 也是可以向当局举报投诉的 这个管道就是你可以去 aduan.skmm.gov.my 或者是sabernania.my去那边举报 而通讯部就说到了 各界应该要抱持着开放 和尊重选举结果的一个态度 还等待我国的国家元首呢 选出第10任首相 当然各政党的领袖呢 也是针对这个情况 就有表达他们的担忧 其中看到了新闻主席安华就说呢 在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却有一小撮人就继续的 在散播种族主义的情绪啊 还有言论啊 他就说其实在马来西亚 乌裔华裔印裔原住民 还有沙巴沙拉越族群呢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大家互相来往的 所以他就非常欢迎警队一个 阿克里沙尼那边 早前不是发出一个强烈的声明吗 就是阻止这种可能会破坏马来西亚 多元化和谐的一个发展 而伊党方面呢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也呼吁各方要维护 宪法的尊严 尊重法律的完整 要一起来维护公共秩序 防止任何形式会破坏国家和谐的挑衅行为 而他在这个简短的文告当中也提到 马来西亚正在经历着主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所以伊党就告诫任何的一方不要混水摸鱼 不要捅马把蜂窝 而整个应该要维护国家还有人民整体的利益 其实这么多人会出来呼吁大家保持冷静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其实各政治联盟 他们现在正在组建联合政府 可是这个TikTok上面就流传了一些视频 警告我国可能重演513种族骚腕事件等等 有一些视频更是有几十万的观看次数的 那根据独立新闻中心CIJ的观察 这些视频是上星期六投票日结束后的48小时内 开始出现在TikTok的平台上面 而且视频的来源或创作者的身份是不清楚的 那再来也看到尽管目前这类的视频主要出现在TikTok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影片可以下载的 有些人下载之后就在其他的社交媒体继续的广传 情况很可怕 请大家留意不要给这些视频给影响 好了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也应该有这个意思了 我们接着来看各州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今天看到了时尚第一个西蒙和国阵联合政府 是正式组成说的是在霹雳州那边 由国阵三名就是人选 还有西蒙的七名人选的后任州议员 他们组成霹雳州行政议员团队 今天就在江沙王公宣室就职 也宣告霹雳州政局是掀开了前所未有的一页 国阵有三名的行政议员包括就是 他们都是来自巫统的 有连登区后任州议员穆哈默 祖卡贝利 天蒙后任的州议员沙比亚 还有布兰查后任州议员凯鲁丁 西蒙的七个人选当中 包括四个人是来自行动党 他们是宋西后任州议员西华尼深 还有野狼区后任州议员罗斯义 后任的州议员郑国林 巴硕伯达玛的后任州议员吴嘉良 公正党的两个人选 包括就是有迪哲后任州议员黄世琴 以及杜亚冷赛卡后任州议员莫哈默阿兹兰 其实诚信党那边有一个人选 就是双西喇叭后任州议员莫哈默尼查 不过彭亨州的情况没有那么的顺利 因为彭亨州也是一样 没有任何阵营或联盟 获得简单多数来执政 是彭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 宣治州议会的一个状态 那彭亨州有42个国会议席 不是是州议席 扣除这个展颜投票的刁曼州议的话 只有41席 可是现在看到41席当中的分配是 国盟是最大赢家 拿下了17席 那接着是国阵的16席 西盟有8席 没有任何一方拿到至少21席简单执政 那来到今天呢 彭亨州的行动党主席梁金福利说 行动党决定支持彭亨州务大臣 就是原任的州务大臣 是国阵的主席 望罗斯迪来继续担任州务大臣的 那他也透露呢 彭亨西盟主席阿米鲁丁 会负责去跟国阵那边谈判 关于组织这个州政府的事宜 而国盟那边其实也是找了国阵去商讨 国盟最高理事会的代表 端一步大信正直 他也已经跟这一位就是 彭亨州的主席已经会面了 他们就是为商议组成 彭亨州政府的事宜 所以看这两边 到底最后的谈判会是怎么样了 而今天我们因为现在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不管是现在全国拿下最多议席的西盟 或者是拥有第二多议席的国盟 他们的国会议席的数目是不过半的 没有办法组成政府 你认为接下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我们有78%的听众选择了 拥有最多议席的阵营来组成少数政府 那12%的朋友呢 投选由看守政府执政到新政府成立 10%则是觉得应该要由各阵营 再去谈判组织联合政府 所以看来目前多数人 比较觉得有可能出现的就是 少数政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是如果按照刚刚国家王公那边 他们就是安华所说的 他觉得说不是他觉得是他引述 国家援手告诉的 就是希望可以组织一个强大和包容的政府 稳定的政府 目前为止可能是排除了 这个少数政府的可能性 也得要看明天国阵的这些国会议员 逐一去觐见之后的情况 他们是会站在哪一方 然后到底谁会成功出现 成为我国的第十任首相呢 我相信我希望明天 988新闻线节目会告诉你 我也没有想到会到这么多天 可能还是要请大家在保持耐心 留后明天看一个最新的进展 那也希望你全天后留守988 最新消息一定会给你及时的插播跟带来的 没错 好 节目最后送给你永儿这首歌 喜欢一个人好累 可能你喜欢你支持的人 确实现在有点累 但是没关系 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与祝� 我请不吝点赞与祝 不吝点赞与祝